大家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師 宙金珍 今天是2月27號星期二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明天台股是 所以如果說今天個股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去提前買一些股票 都是利用今天 可以利用今天打電話 或是直接視訊我們的Light都可以 好 昨天晚上的美股 相對都還是非常強勢 台子夜盤是小漲了4點左右 好 那其實我覺得說在這個時間 大家的問題就大概是這幾種 就像我們在上禮拜所講的 大家會覺得說現在行情真的好 大家也相信這是多頭 這個行情沒問題 揮打真的大爆發 大家也相信AI的趨勢 但是問題就是指數在1.9 問題就是指數已經接近2萬點了 不管怎麼樣大家買起來心裡就是會怕 沒有錯嘛 我相信行情但是現在指數就是高 就算買我也不敢買多怎麼辦 這是現在多數人的問題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回歸到操作面上來看 我們就是像我講的嘛 鎖定本益比15倍以下到20倍以上 這樣子的區間 等一下刻股來講 所以你看喔 昨天的台股 我們才剛講完3227的原相 原相是不是就噴一根漲停板 我簡單帶大家來看一下美股 來去看一下 昨天的美股還是不錯 整體就是持續在往上攻高 道琼也是 S&P500也是 就是創高之後的小幅度的震盪 這些都沒有問題都非常健康 廢半也是 有沒有 持續在創高 一直在回到台股也是一樣 整體格局都是強勢 好那你再去看 就像我們在去年一直告訴大家的 上海A股 跟深圳 其實說深圳跟上海 短線上出現比較強的反彈 但是這純粹就是反彈 純粹就是反彈 整體大格局 還是沒有說太大的改變 所以這部分 他的資金 預計還是會持續流入到台股 或其他一些大中華區的股市 這部分就是做留意 所以其實說 以整體美股來講 非常的強勢 在高檔他就持續下去做震盪 其實大家去看 昨天還有另外 昨天晚上還有另外一件 比較重要的大事 就是輝達 輝達他推出了兩款 全新的晶片 第一叫做RTX500 就是說500型的 那跟1000的ADA 1000的ADA也是比較 算是說一些比較低階的GPU 好 那我簡單做個結論 輝達他推出這兩款新的晶片 主要就是要下放到 筆記型電腦 還有一些我們個人用的 NB跟PC 這就像我們講的 接下來AI這一塊 它一定會應用到消費性電子上面 整個消費端 整個手機NB PC 都會因為AI的應用而大復甦 所以昨天回答才推出兩款新的晶片 推出兩款新的晶片 它的目的就是要加大 整個消費性電子 在AI上面的使用 所以這是不是剛剛好 就驗證我們在去年所講的 2024年 強勢族群很多 是吧 強勢族群非常多 但是你一定要去做留意 必須做留意的 叫做消費性電子 因為你看喔 近期大家討論度最高的幾件事 台積電熊本設廠 我再帶大家來看 台積電熊本設廠 跟MWC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跟台積電還有Intel去做合作 就這三件事 台積電熊本廠開幕 MWC 世界通訊大會 還有台積電跟Intel去做合作 又加上昨天輝達推出來的 兩款新晶片 其實這四件事 它的方向都是一樣的 而且說 四件事不同的是 怎麼會方向一樣 我這樣跟大家講 台積電去熊本設廠 就像我講的 熊本設廠 主要是專攻成熟製程的晶圓 這個晶圓產出來 它不能單獨使用 晶圓一定是要應用在 某種產品上面 熊本廠應用在什麼 它就是應用在CIS 影像感測元件上面 這個CIS要用到哪裡 就是用在消費性電子跟車用上面 所以台積電去熊本設廠 熊本廠開幕 它的最終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擴大消費性應用 好 再來 包含像是MWC MWC全球通訊大會 它主要的目的 也是要讓消費性電子 加上AI的應用 因為你去看 昨天聯發科 也發表一些新的晶片 它主要也是針對 AI的新的 AI的GPU跟CPU 怎麼去下放到筆電 跟手機 下去做延伸跟應用 是吧 所以其實MWC大會這個東西 它主要的目的 也是要加強整個AI在消費性電子的應用 再來 Intel跟台積電合作 Intel跟台積電合作 它把兩款最新的晶片 下單給台積電去代工 這兩款最新的晶片 你要去想 Intel跟台積電他們算是競爭對手 競爭對手沒事幹嘛合作 因為Intel知道 接下來消費性電子 應用會越來越快 越來越廣泛 所以它把兩款 主要是應用在手機 跟MB上面的晶片 下給台積電 不是跟消費性電子有關 那一直到昨天的回答 推出兩款新的晶片 要幹嘛 就是要下放到MB跟PC 所以你看這一連串的邏輯下來 你就會知道 在整個大趨勢上面 接下來絕對不會或缺的 就是消費性電子 是吧 所以我們在過年期間 才送給大家華通 瑞譽 還有包含益龍店 跟昨天大漲的3227的原項 這一連串的邏輯不就出來了 是不是 所以我才跟大家說 其實說了解產業 我們就能夠走了比別人更前面 不誇張吧 我們在去年的年底 一直跟大家講 消費性電子在2024會重返榮耀 瑞譽有沒有重返了 原項有沒有重返了 翼龍有沒有重返了 全部都是 曾經的消費性電子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ne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你直接拿起手機掃描 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因為在這兩天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因為昨天的台股 電子成交比重 掉到了58%左右 掉到了58% 我們之前有提過 在一個正多頭行情裡面 只要電子成交比重不到60% 這就叫做買點 所以要買什麼怎麼買 大家可以加入去看 你去看 我們在過年期間 送給大家的三檔 就三檔而已 哪一檔沒有漲 世新 瑞譽 華通 每一檔都大漲 而且重點 每一檔都是有價有量的大股票 我不是說送你什麼股本 只有2億 3億的小型股 投機股 世新 瑞譽 華通 全世界都認識 有頭有臉的大股票 全值股 世新 瑞譽 華通 是吧 這才是專業嘛 所以像這種相關的一些 個股跟標的 在我的Lite裡面都會有 大家自己加入去看 所以你看 我們大方向有了 大方向整個AI的應用 一定是沒問題 它會從AI的萌芽 下放到AI的應用 那只是說回到我們操作面上 怎麼去做 就像我們剛剛節目一開始所講的 很多人在現在 我相信行情 我也知道AI有多好 問題就是指數在萬九了 指數在萬九 我就是不敢買 是不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也看得到現在指數在創高 多頭沒有問題 很多股票很強啊 AI的應用真的很好 問題就是指數高了嘛 怎麼辦 就像我講的 我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 我不會帶你一檔股票去爆什麼 100% 200% 300% 每一檔股票 我就帶你賺個2 30%就好 2 30%就夠 但是你去看 指數在高檔 你說想大賺 但是又擔心說 未接高人會不會回檔 低近本益比15倍以下 高出本益比20倍以上 第一我們可以有效避開 高檔震盪的風險 第二 因為我們永遠是買進 本益比在15倍以下的低位階股票 所以我們每一檔 都可以集中資金 集中持股擴大部位 低近本益比15倍以上 高出20倍以上 這就叫做多頭的賺錢循環 你用這樣的操作 你就不用擔心說指數太高怎麼辦 指數太高你不敢買多 照著這樣的模式 你不怕震盪 而且也可以 你不敢買多 你看喔 我們這樣來看 2458的翼龍 有沒有 我們從農曆年前一直強調 2458的翼龍 他在今年會重返榮耀 我們代會員買這150元上下 因為這個位置本益比15倍以下 是吧 150元上下你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上週三創高169元 昨天繼續再創高172元 2458的翼龍 年前講 上禮拜繼續再告訴大家 還沒走完172元 創下兩年來的新高了 兩年來的新高了 租租15% 所以只要說你在這兩年之內買的 通通都賺錢了 全部都賺錢 那創下兩年來新高 你知道代表什麼 代表說庫存早就消耗完畢了 是不是 2458的翼龍 從150到昨天172元 15% 不要小看這15% 就像我講的 在多頭行情裡面 我不會帶你去賺什麼 一檔股票賺個200% 300% 每一檔股票 我就是帶你賺20到30%就夠了 但是每一檔 我們都是要集中資金 集中部位 擴大持股下去買 你去想嘛 集中資金跟擴大部位 重壓的15% 跟你買一張兩張的15%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事 你自己去想看看 258翼龍 我們這樣公開操作 公開告訴大家 如果說你在150元以下 不要說 不要說全部資金買進去 八成就好 總資金的八成 你買在150塊以下 15% 你自己去算看看 這個獲利幅度有多可觀 150到172 所以這就是我會直在強調的 多頭行情裡面 不用說一直想著 要每一檔股票翻倍還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專門賺 本益比15倍以下 到20倍這一段 最甜最好賺最有把握 你可以去重壓的這一段 是不是 兩年新高 再來 上禮拜才剛預告 昨天早上也才預告 3227的原相 易龍店漲上去之後 同樣是消費性電子 而且同樣位階也低的 3227的原相 他會跟漲 昨天就一根漲停板 專不專業 181.5 創下兩年來新高 只要你在這兩年買進 全部都賺錢 2024預估要賺9到10 預估賺9到10 160元以下 本益比大約是落在15到16倍 15到16倍 能不能擴大部位下去做買進 低進高出 低進 是不是 昨天賺一根漲停板 公開操作公開告訴大家 這就是現在的行情 你說上禮拜指數在萬9了 為什麼我們帶會員去買進 3227的原相 還能夠賺一根漲停板 很簡單吧 因為指數在萬9 但是很多股票的位階 根本就還在一萬四一萬的而已 指數萬9是指數 但是一堆股票 它的本益比連15倍都不到 這絕對不是一個合理的位階 所以我們只要針對說這些位階 15倍以下的 下去做買進 下去擴大部位 下去集中資金 不就照樣可以賺嗎 所以你看 易隆漲漲上去 跟大家預告原相 原相也漲上去 再來 年前一直預告一直預告 500元以下 趕快去買的瑞遇 有沒有 2379瑞遇 2月22號 上禮拜四創高 上禮拜五繼續創高 昨天的小幅震盪相對都還是強勢 500元以下買進 通通都賺錢 瑞遇 我們會員是買在430元左右 一直到昨天足足30% 我們的會員一定是成本更低 部位又更大 足足30% 你去想 擴大部位集中資金的30% 這有多可觀 滑通也是 有沒有 公開送給大家的 上禮拜四一根掌停板 上禮拜五創高 昨天小幅度的震盪一下 這空間都還有 因為位階都還不高 6到7 這沒有太大的問題 空間都還有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其實說 在這個時間 很多人的問題都一樣 我相信行情 但是我覺得指數太高 想賺又怕受傷害 如果你有這樣的心態 我跟你說 我絕對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帶你賺的 就是15倍以下 到20倍 這個區間不用多 2 30%就好 賺2 30%就夠 但是每一檔 我都是帶你集中持股 集中資金下去買進 所以把握今天的機會 因為說昨天電子成交比重 只有58% 記住了喔 在多頭行情裡面 只要低於60% 全部都是買點 不知道怎麼買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那下半段回來一樣告訴大家 今天有什麼低基期的股票 可以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 現在的台子期 或是小漲了一點左右 沒有說太大的變化 那今天就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尤其是一些低基期低位階的股票 你去看喔 就像我們昨天跟大家強調的 台積電去熊本設廠 當整個市場都在說 去追買一些設備廠 在上禮拜大漲的設備廠 加登 萬潤 星雲 紅素 那我怎麼告訴大家 設備廠收費完畢之後 不用特別去追 我們應該是要去留意 台積電去熊本設廠 它最終的產品 最終產品是什麼 就像我說的 去設廠 它產出成熟製程的晶圓 產出這個晶圓會應用在哪裡 應用在CIS 影像感測元件 影像感測元件有哪些 6789的彩域 6271的同心電 是不是昨天都大漲 所以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這就是專業 所以我才說你要 集中持股 集中資金 就需要專業的帶 大家直接來電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詢問都可以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今天的指數 現在的期貨 是小漲了6點左右 小漲6點左右 沒有太大的變化 那你去看 這就像我昨天所講的 什麼叫做專業 就是市場在追買台積電設備 我告訴大家 可以去留意CIS 有沒有 昨天才剛講 一根漲停板 半根漲停板 大概是漲6%左右 因為說這個東西才是最終的產品 627的同心電 還有像是6789的彩域 這些都會持續下去做留意 因為它都是受惠台積電去熊本設廠 最終的那一項產品 所以它的受惠程度會比較深遠一點 這部分都可以下去做觀察 還有包含像是4919的新唐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因為說台積電去熊本設廠 其實就有兩塊 一塊就是CIS影響感測元件 那CIS的應用 它會應用在一些車用相關的產品上面 所以在日本裡面 比較 車用戰品比較大的一些MCU 或是一些 裡面的一些IC 就是4919新唐 所以如果說 新唐算是說熊本的受惠股 它絕對也可以算 重點是說 它在目前的位階真的也不高 本益比都不到15倍 我現在跟大家講的本益比一定都不到15倍 過20倍的我會特別強調 要去留意它的風險 像偽創廣達技嘉有沒有 所以你看以新唐來講 它的位階不高 周線格局 這個東西就是說算低階 下去做低階 像這樣 KT指標在低檔 黃金交叉 周K線在月均線跟季均線之下 這種我們就持續擴大部位 低檔去低階去加碼 那再看月K格局 有沒有 以月K格局來講 它就是剛好守穩在月均線之上 所以大方向沒有問題 回到周線 再低檔 在低檔我們就是以低階的方式 那回到日線也是 你去看 回到日線也是你去看它的位階 如果要去做低階的話 低階我們就是以年線來看 因為說年線算是一個很重大的支撐 所以以年線來講 年線之下 這裡就會是一個還不錯的買點 因為如果說要用低階的方式 我們就要去挑 比較長周期的均線 就是年線 最重要的一條年線 年線之下 反覆下去擴大部位 所以你去看 這有多位階低 像是說3231的偽創 為什麼在上禮拜廣達 在上禮拜 輝達跟美超為大漲 我去告訴大家 偽創 廣達 技嘉 先不要去買 很簡單 因為它的本益比 都已經過20倍了 這種位階就高 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說它的位階高 所以股價就是沒有太大空間 那今天包含像是 整個IP族群裡面 創意也是一樣 我一直在強調 以創意的位階來講 創意跟世新 它在2024的預估獲利 甚至到2025 它的預估獲利都沒有差到一倍 大約是差 差個 差個0.5% 0.5成左右 但是你去看它的股價 創意大概到1500以下了 世新 世新4000 等於是說它的EPS沒有差到一倍 但是股價卻差了一倍多 一倍以上 這就是明顯不合理 又加上創意在這個位置 1500以下 它的本益比大約是落在35倍以下 對於一檔台積電旗下的直屬IP上 本益比在35倍以下真的很低 所以就像我講的 年限上下我會反覆去擴大部位 年限上下買滿 只要一根到兩根長紅上去 你去想想看 這有多可觀 所以這個位置 我一樣會去擴大部位 但是我再強調一次 你要用這種方式去加碼 一定要有專業的帶 不然這個風險是比較高 包含像是3227的原相 原相的位接其實也不高 就像我們講的 2458的益龍漲上來之後 同樣是消費性電子的原相會被帶上去 昨天一根漲停板 那說這一根漲停板能不能來續爆 它的位接其實不高 你去看 我們先看月線 以月線格局來看 月K格局來看 持續手穩在月均線之上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週K格局 月線看趨勢 週K看小波段 日線就是找買點 有沒有 持續手穩在月均線之上 這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以持續下去做留意 那還有包含說 位接比較低的 8155的博字 因為你去看 其實說如果說 以PCB來講 庫存消化最慢的星星 昨天都已經創高了 3044的見頂 前陣子也提前漲過了 那目前整體來講 網通的PCB 位接比較低的 就像我們講的 還是在博字這裡 因為說博字它目前的本益 比大約也是 12到13倍左右 也是相當低 以2024的數字來看 所以它在年線附近 黃色這條年線 年線附近 就可以持續下去擴大部位 這種邏輯就是這樣 我們如果要以低階的方式去買 就是反覆去擴大部位 只要一根兩根上去 你就會大賺 所以其實說 在現階段的行情 如果說你也有這樣的心態 我相信行情 但是我覺得指數太高 風險高 不敢買不敢賺 找我準沒錯 因為我帶你買的 一定都是低位接 那 20倍本益迷藏 就獲利出場 好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到這邊 下將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